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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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看我的短视频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最近在忙回些什么 如果还没看的朋友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短视频 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 搜索明明在美国 在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我最近就是投资了 几个就是度假屋 就是我喜欢常去度假的一些地方 都是临海的 我爱钓鱼 孩子们喜欢海滨的生活 以往呢 我自己去度假的时候 带着孩子过去的 这个四五年 都要花很多的钱 去租房子去住 那么平时我带孩子去旅行呢 我选择比较多的是 住这个Airbnb 就是短租房 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 就是你租各种民宿去住 因为呢 它比酒店的一个优势 就是经常呢 这个空间就是很不一样 有的是小木屋 有的是在这个树上的房子 有的是那种老房子 有的是小城堡 就算是普通的公寓呢 一般我们住Airbnb 喜欢住这种像家的感觉一样 因为它有厨房 这样呢 像我们尤其带着小孩子的 或者是有的人吃东西 想自己做个早餐啊 热个饭啊 或者吃个当地的东西 买回来自己做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Airbnb 有它的这个优势和好处 所以呢 同等的价位啊 而且经常Airbnb 房子比酒店的那个 就那么一个bedroom更大 甚至价格还更便宜 然后还多了 这些活动的空间 我去年的这个圣诞节 带孩子出去旅行呢 去爱德华和那个娃娃明州 去滑雪 去去玩雪 那边我两个房子住的 都是Airbnb 就是特别好 很便宜 才五六十块钱一天 很大的一个房间 客厅电视 然后居然它有一个 大大的后院 就是它的private后院 有院墙的 然后那个院子里 孩子就可以玩雪 还有蹦床 还有小树屋 就这些就五十多块钱 五十六美金 我记得是一个晚上 就全都有了 然后我们去年 圣诞节出去玩 那正好赶上 就是那个寒流来了 下大暴雪 所以其中有一天半的时间 我们因为雪特别大 出门也比较危险 我们就没有出门 就在后院里玩 然后前两天 当然我买好吃的了 在家里边 煮着热巧克力呀 给孩子们烤着披萨 然后孩子们在后院玩雪 一冷了 那马上就进屋来烤火炉 所以一点都没动着 就是这个Airbnb 真是有它的优势 那我最近投资了 这个三个大概Airbnb的房子 在Texas的海边 Rockport那边 Aranse Beach 买了两套 然后夏威夷有一套 所以一套已经装修完 开始租了 这个Rockport那个房子 我最近上了Airbnb 有一个半月了 每个周末都出去了 都租出去了 现在也有人住 然后11月份 现在也出去 一个星期 就是老两口 白人的一个 一个退休的老两口 就去那度假 他说他每年都去 Rockport的那个海滨 去个两三次去度假 一去去一个礼拜 这就是很多美国人 普通的生活 然后选这种短租的房子 很有家的感觉 像我的那个房子 巨大的一个后院 然后有自己的厨房 房子是这种老式的 非常可爱 我呢把它翻新之后 又刷上亮丽的这个绿色 然后墙外面呢 刷成了我非常喜欢的蓝白色 就是那种湖蓝和白色的 海滨的那种颜色 这就是一个你造梦的过程 所以我最近虽然忙碌收拾房子 但是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以前呢 并不是学波音的 我大学是学艺术设计的 所以我对于设计 对于手工 对于颜色的选择 都是非常有兴趣 也有这方面能力学习过嘛 所以呢 我这个小房子 投资是非常的成功 我只有13万5买下来 大概翻新到花了3万左右 就一共不到20万美元吧 然后呢 就把里里外外 颜色都换了地板 刷了油漆 买了非常漂亮的 全新的家具 非常有设计感的家具啊 床单 就照片拍下来很好看 所以租也很好租 平均每一个晚上100多一点啊 然后这个 这个比我存在银行的利息啊 或者是这种不稳定的股票投资 真的是好很多 然后我这个 现在海边的第二套房子 正在装修的 在德州的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 占地0.35acre的 非常大的一片地 那个价格买的太便宜了 就是因为前一个屋主是欠那个地税 应该是被政府给收走了 强制拍卖的 那我前面的一个买主 是一家的投资公司 他可能是很便宜买下来 那他加了一点钱 我又现金offer 又给他横砍了一下架 我就买下来了 几乎是用了一个买 光是买地的价格 买了这一块地 上面还带着个烂房子 所以现在我就在收拾这个烂房子 当然收拾这个房子 你要再花个五万块左右 房子巨大 大概是有六个bedroom 有六个卧室 所以一个巨大的厅 具体的面积 我还没量过 大概至少有三千多尺 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以我做Airbnb的经验 就是前一个房子 一千三百尺左右 小房子两个bedroom 我买家具 大概就花了小一万美金 因为买的是新的嘛 尽管是赶着那个 什么过节是打折 也是很好的地友了 但是还是花了不少的钱 所以呢 你想两个bedroom 就花了小一万块钱 这六个bedroom 如果我全部家具 都买新的话 那个大概又 至少要花个 两万多块钱 就这样子 可能还不算一些软的 软装 所以呢 我就得省钱呢 因为 做Airbnb呢 就是这个成本很重要 你多少钱买的 每年你的地税的多少 电费 什么这些费用都刨掉 你剩下的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呢 在我装修 首先呢 也是必须花的花 能不花的不花 能买便宜的 买便宜的以外呢 这个六个卧室 整个大房子里面都是空的 这个六个卧室的家具 要买很多 钱也很贵 所以我就想着 这回要省一点钱了 所以前几天呢 就问朋友 哎 你以前就朋友 有家里就有那种 要换家具的 就不要了 就床就送人 我说你们还有没有 这个不要的了 就不要丢了 送给我 然后他们说 都已经送出去了 然后我一个朋友 就告诉我说 你可以上网上去搜 有好多 这种 卖二手家具 或者是这种送的 我说是吗 哎 他们就告诉我了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在Google上面搜索 这个Free Stuff 当然要搜英文 Free Stuff 或者是Free Furniture 就是免费家具 或者是免费的东西 哇 这Google一搜 你就出来了 Facebook上 还有一些APP上 还有一些社区的 那个社群的网站 你就在搜索引擎上 搜这个东西 在你们家附近 你就能看到照片 能够看到位置 离你多远 当然 这些Free的东西 就是免费的东西 你去拿 你一定一般是要 自己有车 如果是大件的物品 你像我有个Pickup 就皮卡车 这次真是帮了大忙了 我到Google上一搜 哎 正好 就是这种 这种免费的东西 走得非常快 就是你看准了 赶紧联系 就要赶紧去取 你不去取 别人来 那他反正是送的东西 他就希望他赶快搬走嘛 谁先来就先给谁 都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正好一搜 哇 居然就看到一个 实木的那个床 Kin Size的免费送 然后还有一个木制的 那个Full Size的床 床架子也是免费送 两个床免费 我一看位置也不是很远 我开车就30分钟290那里 然后我就从那个网上发个email 给这个送的这个人 他也是留的是一个 那个那个email的地址 你就一发 我说还在吗 他说东西在 我说我下午去取 可以吗 可以 就把地址告诉你 我就去了 有时候想想胆子也蛮大的 我还在想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就听起来这个 这个这么好的事情 会不会是个tricky 是不是会是个骗子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这种事情呢 你可以去 但是最好带一个伴 带个男伴 或者两个男士 这个防止 但是美国还是 真的还是好人多 你知道吗 这次我就真的碰到一个好人 所以我正好下午就要去拿 因为你去晚了 东西可能就没有了 临时还约不上朋友 帮我去搬 我说我先去看看吧 因为我这个能钓 80磅 100磅大鱼的人 我和男士一样 很有体力的 我说我先看看 弄不好 这东西在不在 会不会就是一个 一个骗人的事情呢 开车就去了 诶 真在 远远看了 这一个大牧场 这是一个 290边上的一个农场 这个我跟你讲 其实这些人 不缺这点钱 所以他才免费送 网上你可以看到 很多二手家具 就像我要的这次 这个免费的 这个石木 都像红木一样 而且我搬上手 很重 就是说 它是真材实料的 石木做的床头 还有床架 就颠上去很重 很好的木质和做工 这个床 新的就别说多少钱了 就算二手的 也是值个几百块美金的 那他真的就是免费送我 而且呢 一看那个农场主 老头 白人 特别好 他说你一个人来 我说是啊 我说我先看看有没有 他说没事 我帮你 然后呢 我把皮卡 往他那车后面一倒 就是两个车 等于从 他那个东西 也在一个 一个像拖拉机 上面的那个 那个斗里 就很平 就很容易 然后那个床是能拆开的 一台那个 就变成一片一片的了 他帮我搭把手 很顺利就上了我的皮卡车了 真的就是免费的 这个白人老头 一看也是个好人 就是 那个木场 还挺大的 至少也有五六个 到十几个 那个样子 290那边有很多 这个就德州的 这种普通通的 农场主啊 普通人 他们生活都是比较富裕的 就不会缺这点钱 所以他就想 他说呢 这个家具是他曾经的 一个租户的 那么租户呢 搬走了 去外州了 所以搬家的时候 那你知道 搬家公司也很贵 你请一个那个搬家 那个一个或者两个 那个大车 就装满了 他说装满了以后 这些装不下了 装不下了呢 租户就丢在这不要了 所以他们就走了 他不可能为 这么两个床架子 再单雇一个车 因为那个价钱 你都能买十个床了 所以呢 租户就走了 走了以后 老头说 我并不需要这个家具 这个房子 我也要用这个 做别的用处 所以就不需要 他就想扔掉 就看看谁需要 就送人了 就是他也不考虑 这个床 看上去有多贵 卖那个床新的 大概要上千美金 那个样子 就非常好的木头 所以呢 大家有空 看看我的短视频 这个在美国 真的是有免费的东西 天上也有掉馅饼的时候 但是前提是 第一抓住这个机会 第二你要有 自己能够搬运的 这个车和帮手 很多送家具的人 是不会帮你搭手的 他说我就扔在那 你去来拿 这个 所以 这个现在经济也不太好 投资也好 或者是自己家里来个小孩 你像我有很多朋友 孩子到美国来读书 租个小公寓 里面没有家具 什么 什么都要自己买 结果越是这些 其实你说 拿着父母的钱 出来读书的孩子 他们其实 真的是要省钱的 读书啊 然后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啊 他们都是要算这些花的 诶 越是外国来的孩子 出来乍到 也不知道这些免费的东西 就就花很贵的价钱 都去买新的家具 几千美金 很容易就就没有了 实际上呢 去捡家具 捡 或者是买这种 网上也有就很好的一套 我看那个餐桌啊 酒柜 你在Antique Mall里 就是在那种 卖古董的那个店里 这种家具 有的也是八九百 一千多 有的古董家具 很有历史 木头也非常好 很漂亮 都是值这个价钱的 结果有的人也是这种 就是着急送人 不在乎 一两百块 就一套就卖掉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了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正好也是这种 需要省钱 需要节省的 有钱人 我觉得 以我的 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自己是个很喜欢 逛Antique Mall的人 除了买那些 喜欢的瓷器 百件呢 我也很喜欢 那些古董家具 有一些就是那种 像英式的那种 复古的 木头很好 而且那个做工 很有艺术感 它就算是比新的家具 现在的Modern的家具 贵我也会买的 我是这样的 自己是很喜欢 当然有的人会讨厌 或者觉得脏 这个个人的喜好了 但是我比如说床 我会要 我会要 不管是免费的 还是旧的 但是床垫和床上的用品 是买新的 干干净净 那你出去住酒店 那个家具不也是旧的吗 那个床买回来 用一个礼拜 不也变成旧家具了吗 所以家具没有问题 只要没有损坏 样子好看 回来以后 就用那个消毒师 纸巾擦一擦 就OK了 而且很多家具状况 非常好 真的就是免费送 所以大家还有空 看看我那个视频 我很得意的拍出来 给大家看看 在美国 捡家具 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你看 我这两个家具 就捡到了 然后在网上 又看到一个旧的 那个孩子的那种 那种白色铁架子床 100块钱 然后也买了一个 所以六个bedroom 我现在大概三个的 这个床已经搞定了 我就再去买新的 买几个那个床垫就可以了 所以六个bedroom 照我这次这个想法 就是能捡就捡 不能捡就买便宜的 大概这个整个六个bedroom的 这个钱 我可能会比我上一个 两个bedroom的 这个一万美金都用不了 这个这次我就要创造一个奇迹 然后呢 等我把这六个bedroom 全捡成完了 我会算一笔账 再重新拍个视频 向大家报告我的这个成绩 想省钱是有办法的 所以你想想 这个第二套房子 六个卧室 我用很便宜的钱买下来 把它翻修了以后 又用很便宜的钱 把这些家具都搞定 而且并不难看 我买的都是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铺上全新的床单和床垫 一样是非常舒适 干净 这个使用的 然后呢 六个bedroom 它中间有一道门 可以封起来 就可以变成两套房子 去出租 前门和后门 正好用两个 不同的那个密码锁 所以前门开了以后 有两个房间 可以住四个人 后门开了呢 有五个bedroom 可以住十二个人 这样呢 就作为短租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呢 跟大家聊聊 我捡家具的这个乐事 对我来讲呢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事 每个人可能喜好不一样 我现在在想啊 随着我年纪的增长 我现在发现自己 越来越像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一个乐天派 虽然他已经离开我 离开这个世界 有八年的时间了 我非常想念他 我的样子长得也是 最像我爸爸 最像我奶奶 像爸爸家的人 我的两个姐姐和我的哥哥 都比较像我妈妈啊 就只有我是长得最像我爸爸的 所以我也非常想念我父亲 而且我现在年纪越长 我越发现我身上 像我父亲的地方太多了 我爸爸小的时候是孤儿 所以呢 他五岁就失去父母 就是在亲戚家长大的 小的时候日子 真的是很艰辛 而且那个年代 从中国来的人都知道 大家的日子都是很苦 又曾经赶上过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啊 那很多人都饿死啊 那个年代 就是就有一些非常艰苦的岁月 所以我的父母 他们那一代人呢 小的时候经历过这种困苦的生活 所以他们年长了以后 尽管他们都是大学的教授和工程师 收入也都是很好 也有这个大学给我们的宿舍 公寓楼住 我生下来以后是没有受什么苦的 就是都在很好的照料中 但是我的父母 他们那一个年代 小的时候都是非常苦的 饿过肚子 然后生活也非常艰辛 尤其是我父亲 你想没爹没妈的孤儿 是多可怜 所以呢 我爸爸成年以后 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我爸爸有很好的工作 大学的教授 工程师 收入也很好 他还依然有一个爱好 就是出去逛 旧货市场 我记得这个那个时候 每到周六周日嘛 就有点像就像就像我现在 中国的那个旧货市场 我妈管它叫破烂事 其实就是旧物市场 可能只有周末早上才有 然后有的人是自己家里一些 不要旧东西拿出来卖 有一些就是就是反正都是旧的东西 也有些安提克呀你买 那我爸呢 其实我们家里也不缺什么 但他就是就像女人 我们现在爱逛商场 逛街一样 我爸爸就最爱逛那个旧货市场 每次我妈妈都complaining 都是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爸爸是个工程师 他动手能力非常强 他看别人做家具 回来他就能照着做 所以我小的时候 有一些特别好的回忆 就是跟爸爸一起设计 我们家里的衣柜 大小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然后衣柜的那个角 哎弄个老虎爪 哎我跟我爸爸设计 我爸爸还会画图 画上以后呢 用那个打磨出那个虎爪的 那个形状 哎呀至今都是印象深刻 我父亲非常的聪明 动手能力也很强 所以呢 他会去这些旧货市场 买很多的工具 什么电钻啊 那个电锯啊 什么这个各种各种锤子 什么就各种各种这种这种 做家具的工具 他基本上都是去旧货市场买回来的 非常有用 哎 有时候呢 他逛着逛一看 呀 那个才卖一块钱 五块钱 太便宜了 明明家里都有了 那个锯 他又买一个回来 所以我妈妈有时候也说 你呀 你这弄这些破东西 没用啊 哎 事实上也有用啊 他就是自己玩 做这些家具啊 我父亲很享受这个动手的过程 所以我们家的衣柜 我住的床 还有电视柜 很多的东西都是我父亲亲手做的 至今还留在我妈妈现在住的那个老房子里 每次我们回去看到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 所以呢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我父亲这个爱好 现在大概就让人给我了 我到了美国以后啊 闲来无事 哎 除了逛商场 女人大概都爱逛街 买漂亮衣服啊 包包 年轻的时候是那样 后来呢 也不是后来 就刚来美国那时候 我就喜欢逛Antique Mall 我曾经从北京有一个女友过来 她跟我有同样的爱好 她家里也不缺钱的人 但是就是就是喜欢 然后呢 她就从北京飞到芝加哥 我呢从休斯顿飞到芝加哥机场 我就在那机场跟她碰面 从机场呢 我就租了一辆SUV 我们小姐俩 那时候我还单身 就从芝加哥开着这个车 就去旁边附近三四个州啊 跨越 去逛Antique Mall 然后去逛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那几个城市很有历史的地方 然后还有那些Arch 那些看当地的博物馆 去逛当地的Antique Mall 我人还没回休斯顿哈 就是我逛了两个州吧 逛那些Antique Mall 然后当然买那些平平乖乖乖 我买了很多瓷器杯子 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可爱的东西 他们有一些是从英国的那些皇室的瓷器 还有一些是我们亚洲的瓷器 中国清代的一些那些瓷器啊 瓶子啊 还有一些日本的已经消失的官窑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网络了 我就经常在Google上会色持这些品牌 然后去就就学到很多知识 你知道有些日本的官窑也是都关掉了 然后再也没有的这些孤品 而且他们剩下的这些瓷器 每年价格都在攀升 因为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再也不会再有了 所以他们的价值非常好 可是呢 很多Antique茂里的老美卖这些东西人 他们并不懂我们亚洲瓷器的真正的价值 所以我经常就买到日本几个已经消失的官窑的瓷器 非常漂亮 就十几块钱一个那个盘子上画的 还有就几十块钱美金这个样子 那当然是大概十十二年前了 我就买到什么一套的茶杯啊 有的是不起你在这个州的Antique茂里 我买到了这一套茶具里的一个壶 去另一个州的另一个Antique茂 这一套茶具里我居然又配上四个杯子 所以这个就是淘宝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开心的经历 哎呀 后来呢 就发现我租了一个SUV 我们两个都挺能买的 那个时候也没孩子 买了那个瓷器的东西 你都要包裹的很好 你要包很多层的纸再放在纸箱里 防止路上就开车颠簸的时候磕碎了 所以他都很占地方 我们才逛了一半的时间 SUV就满了 然后那怎么办呢 然后就在我记得到了第二个州 我就还找了一个托运站 哎 把那些箱子们又再大包好了 从那个州就shipping 寄到休斯顿的家 人还没回了几个箱子 已经运到门口了 然后就继续再逛后面两个州 就大概整整十天吧 你就到处逛安提个帽 一个几个城市里去旅行 然后看当地的博物馆 非常非常开心的回忆 所以现在这些瓷器 也摆在我家里的一个 我特意买的这种 这种放瓷器的柜子 玻璃柜子 欣赏 还上面有灯的 然后照着这个不同的色气啊 我每一年 很抱歉 我当时买了很多的东西 我家里有一个storage 专门放这些东西 就爱不释手 然后我每年 因为那个玻璃柜 放不下这些东西啊 很多东西还在库房里 现在有孩子 我已经有两三年 没有时间换他们了 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 自己有空 每一年到新年呢 我还会把柜子里的东西 换一换 从库房里再拿出一些 再摆上 这样的每一年 我都有一些新东西 在柜子里去欣赏 一个人在家里喝喝茶 换换那里的茶杯 然后看看这个 特别漂亮的盘子 就欣赏这些艺术品 非常的开心 所以呢 如果以后孩子大了 我在退休的话 估计又要干这个事情 但是我现在意识到 我这个看到喜欢的东西 不买呢 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 所以我家上现在有孩子 我也尽量少去逛这些地方 因为买回来家里 也没地方放 而且我又不是一个 卖他们这些东西的人 所以将来有可能 把这个爱好 为了持续下去 等我退休的时候 我可能会在网上 开一个eBay的这个店 就是玩够了的东西 不想要 我就放在网上 再把它卖掉 然后我再出去溜达 也会有一些收入 然后呢 也会满足自己 这个把玩 他们的这个过程 同时呢 像我这一次 弄房子 就跟大家分享 这是一个生活的爱好 我会买这些 非常又便宜 又好看 从这些 Antique Mall里面 这些旧屋市场 甚至是免费的床 花很少的钱 把我的这个出租屋 打扮得很漂亮 又可以少花钱 变成一个这个 出租屋的一个 很好的装饰 同时呢 又可以满足自己 设计房间的这个爱好 所以呢 就跟大家今天 八卦一些这些事情吧 如果呢 你也有皮卡车 我不建议大家 变成一个收藏垃圾的人 也不是垃圾啊 我看见有一些人 有这个收藏 嗜好 过分了 就把自己家里的 Garage 车库 全变成 捡破烂的地方 到处捡的不用的 打印机啊 什么旧电脑 什么都堆在那 如果你不用它的话 你捡回来 你要么就把它卖掉 不要变成一个 储存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存多了 车没地方停 在外面大夏天晒着 第二呢 这些垃圾 放久了以后 长这个 有老鼠进来啊 然后呢 像这些电子用品 日新月异 你要么就是像 最老的那种 手动打印机 可以当 antique古董卖 喜欢收藏的人卖 不然的话 那种新的电脑 你放两年 这CPU什么 都过时了 没有人要的 就是一些电子垃圾 所以不要在家里 存这些东西 而且 你有的人 有房子有地 那个房子地 你正常出租 干什么事情 你赚的肯定是 比你收这些破烂在卖 要多得多 就不要变成个问题 但是 如果你像我一样 有投资房 或者是 家里来了亲人 搬了新家 或者你搬了一个新家 想收拾房子 我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你不建议 这个旧的东西的话 可以去搞一搞 这些免费的家具 还有去这些 Antique Mall 去找一些 又漂亮 又好看 又便宜的装饰品 好了 听众朋友 记得这个搜索的方式 就到Google上去搜索 Free stuff near me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Pre-owned furniture 就是 以前使用过的旧家具 就万能的Google 你什么都能够找到 好吗 好的 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我们下次 爱八卦节目再见 拜拜